香港大學校長馬飛心向全體師生發信 表示無法理解警方使用催淚彈 警方及政府要負責任 港大及學生及職員代表 在星期一晚召開緊急會議 並且向師生發信 對於事態升級深表遺憾 譴責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 校方不能理解為何要使用催淚彈 警方及政府需要為行動決定負責任 信中又說港大對於罷課立場無變 理解師生想表達強烈的意見 但希望大家要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 進行建設性溝通而不是衝突 校方說師生在佔中期間回學校可能會有困難 學校會彈性處理 希望師生以安全為先